竟然有人敢偷袭及挂逼 我只想说兄弟 东方不亮西方亮 二逼啥样你啥样啊 就在早上 男主小帅带练药师哈扎尔 来给委托人练万能解药 可哈扎尔一听是伦布兰多 商会老板的委托 当时腿就下软了 因为这人可是镇上一霸 要是得罪他 那下场一定比死还惨 小二表示不用慌 大不了就再灭一尘呗 原以为练药要几天 没想到只是工序复杂 看哈扎尔营唱魔法的效率 比猪还慢 无奈小帅一只神助攻 魔法嘎嘣就完成了 真坏的连哈扎尔都傻了 什么情况 接着个Z这么猛吗 很快解药顺利的练好了 但是拿平方式 让小帅倒吸一口凉气 果然管家一个猛开门 成功下飞了哈扎尔手中的药 小帅顿时一个滑铲先拿一瓶 再一个水压加速 外加一剂铁头弓 也算是有惊无险了 不过很快他们发现 练药并不难 难的是喂药 原来这病人种的是高阶诅咒 一旦有人喂药就会疯狂进攻 这不老板已经废了一手了 小帅慎母亲爆发决定自己试试 但老板表示 以你一级的战力 分分钟可能被啃成渣呀 不过小帅五指一声 那一刻老板感受到了他魔王的气质 可以见到夫人 小帅却吓了一跳 这哪是病人啊 这分明就是进化玩得上试啊 不过又不能杀又不能伤的 小帅一招夺命剪刀脚 成功按住对方 夫人很快就恢复了 接着同样大女儿小女儿 解决完之后男主离开 而俩后宫已经在外等候多时 小帅刚刚打了成招呼 突然脚底一个魔法圈 居然有人搞偷袭 小帅直接个原地飞起躲过 而俩后宫却被吞噬了 眼前这两个妹子是千级魔王 但却有人不怕死的搞偷袭 你们是想死还是不想活了 白毛正嘚瑟呢 只见俩妹子小手一挥 火焰消失了 还表示 这火都不如我老公打个喷嚏体 一记不成 只见白毛口哨一吹 叫出一面包车的俑者 而且他还好心的表示 我从来不打女人 小姐姐们要是不想受伤 可以加入我们 娄女当然一口毁绝 却没想到蜘蛛妹 竟问对方出多少钱 当白毛叫价十金币之时 蜘蛛妹二话不说 撂挑子不干了 娄女顿时就懵了 这是什么妞吧 我咋看不懂了 原来 男主小帅担心俩千金魔王同时束手 又会不咬心把城给灭了 所以他用脑中WiFi告诉蜘蛛妹 随便找个理由休息一下 此时白毛当即下令 给我上 给我揍对面商会的走狗 说的就发起了进攻 但很快 他们发现了不对劲 这货不是才一级吗 怎么一百多级的都催不动他 不过说实话 就算没有蜘蛛妹 这些小杂鱼 都不够龙女一人得神了 接着 这些龙女会武士刀 用刀费把勇者全给摧了 绿毛小弟看情势不好 一个魔法打算就地盾 但来容易 想走就难了 白毛健壮 拔出小刀表示 我可是齐隔阵榜一的勇者 你一个一级懂不懂啥叫榜一 龙女表示 上个阵的榜一直接删成了猪 而你就当狗吧 很快被打成狗的白毛 当场就跪了 小二表示 你们给人家气儿下着恶毒的八截诅咒 还是人吗 白毛当时就傻眼了 八截这么高级的玩意儿 我根本不会呀 俺们只是下了个睡觉魔法而已 由于龙女可以读取记忆 所以也确认对方并没有说谎 而且从白毛的记忆当中 他们还发现这老板也不是什么好鸟 为了自己的利益拼命打压的勇者 结果搞了别人家破人亡 这才招惹了诅咒师对他进行报复 而白毛只是一个棋子而已 一个千级魔王的训练有多硬核 不是悬崖掉大石 就是瀑布随便飘 这师傅估计花被盗的漆 步步都往死里比呀 第二天 男主小帅陪俩后宫来工会 重新注册 看到俩一千多级的妹子 工会小姐姐差点被吓得当场送走 但看到他们那么强 他不好意思的提出了一个小请求 说是让小帅帮忙练一批新手 他还表示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齐格正榜一前两年突然辞职不干了 小帅表示 老大不干了 不还有老二老三的吗 小姐姐又说 别提了 也不知道是谁 把排名前二十的勇者都打成了麻瓜 现在全工会 连个会走路的都没了 男主一听 好像知道了原因 于是自知理亏了他 答应了下来 便派出手下龙女 免费帮工会培训菜鸟 而选择的菜鸟 就是他的老朋友 没错 就是那帮一百来级的混子永泽小分队 不过 虽然这千级师傅的训练不要钱 但要命啊 几天下来 混子们练的都想滚了 为了检验训练的成果 龙女找到了高级魔物营卫猴 让他们组团练练手 可这些个菜鸟完全不会打团战 弓箭刺客不输出 辅助完全不给奶 本以为是个新手局 没想到是个废物局 于是龙女亲自下场 手把手的交 在她的一番战术指导下 辅助射陷阱施加控制 弓箭跟矮人上下夹击输出伤害 最后让皮革引到背后一刀九尾夹 终于 历经磨难之后的勇者小队 成功了 接着 打怪过后该收集素材了 他在而表示 顶级的魔物素材 那都是相当的值钱 喜欢我的点点关注点点赞 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